全街气象站时间大家早安赶快来关心最新的雷达回播图了 事实上从昨天的下午开始 正如我们所说在午后期呢 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尤其是高屏地区的雨 确实是下得非常大 还一度造成高屏都出现了淹水的灾情 不过特别要来关心呢 在清晨的部分您可以看到比较强的对流依旧是不断地在移入 包含南部地区还有整个中南部地区 也因此呢气象局是针对了嘉义县 台南高雄跟屏东都是持续发布着豪雨特报的 另外大雨特报的范围当中还新增了有苗栗地区 等于从中部以南通通都是包含在豪大雨特报当中 包含了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市跟台东 很多在台中观众朋友们就说 昨天看起来最后5号好像雨没有下得这么大 是因为主要的降雨区块是落在山区的 不过平地在今天都还是有机会 特别要关心是在今天清晨的雨 你也看到现在人家回坡图比较强的对流 都还是不断地在环绕着中南部地区 尤其高屏地区特别要提醒一下 高雄从昨天到了今天清晨累积雨量 两日累积雨量已经来到将近290毫米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 加上屏东地区呢 从昨天到今天的两日累积雨量 也达到了将近有270毫米 也因此还是要特别关心高屏地区现在开始还不能不容小觑 因为在今天的上半天 等到太阳出来之后会好一点点 不过清晨这段时间您还是要得先熬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定浪降水预报图 这张图您可以看到整体的雨区分布 特别还是要关心我们讲到的上午的部分 在中南部地区都还是会出现一些零星的降雨 尤其北台湾地区断断续续也是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出现 不过我们刚刚讲到在高屏地区呢 还是不断地在清晨有这个移入而强对流的影响 到了今天下午到入夜还是要特别关心 因为受到热对流的影响 这张图您可以看到呢 下午到入夜基本上累积雨量或是预估的雨量 可能比这个图来的会更剧烈一些 就是加上热对流的影响 不过热对流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什么时候会长出来不太确定 也因此目前看起来其实下午到入夜都还是会出现一些零星的降雨 唯独可能短暂的空档是落在今天的上半天 在太阳出来之后中南部地区雨是会稍微趋缓 到了中午过后又开始加强雨是因为有热对流的影响 不过雨很快就要准备停了 入夜到明天凌晨您可以看到部分全台地区都已经几乎脱离了这个雨区的范围 一路到了明天清晨没有问题了 全台各地终于开始雨是趋缓了 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图 今天部分你可以看到其实图示 除了马祖跟金门属于多云以外 其他地区都还是出现雷阵雨 只是降雨的时间点不太一样 特别要提醒北部的观众朋友今天有两个重点 高温数字再往上修比昨天再多个一度来到36度 也因此在白天有太阳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费 不得周五过后呢还是会出现明显的午后雷阵雨 中南部地区当然一整天都还是要小心这个低压带所带进的墙对流的雨势 今天都还是会达到豪雨等级请您要特别注意 也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高温数字31到33度稍微凉一点点 东北部地区就跟北部地区一样都还是受到午后雷阵雨的影响 所以今天会出现一个闪电的符号 而东部地区呢则在今天转为比较多云的天气形态 因为说外微环料已经远离的影响 反而花东地区今天天气是比较理想一些的 马祖跟金门我们刚刚讲到已经转为是多云了 高温数字30到32度 而澎湖的雨还要再等一点 今天还是会出现短暂降雨状况40%的降雨几率 什么时候雨要停呢 我们赶快关心一下一周的天气图 今天要再忍一忍了 因为北部跟东北部 午后会出现雷阵雨 而中南部地区在今天两个降雨的时间点要特别关心 就是现在这段时间到白天的早晨之前 会是比较强降雨的状况 还是要特别提醒高平地区比较沿海低洼的话 要注意会出现淹水的灾情 中南部地区在今天的午后呢 也同样会加上热队流的加持 两方的水气一加成之下 雨势可能还是会很大 也因此呢还是要做好这防淹水的准备了 从明天开始很明显的天气会转为是比较稳定的状况 特别关心的是北部您当然还是要注意在 午后雷阵雨是典型的夏天的天气形态 到了中南部之后就会维持比较稳定的状况 一路到了预报后期的下周五 也因此中南部地区只有山区会出现午后雷阵雨 所以呢在今天还要再忍一忍 到了越晚之后天气才会越加的理想 当然也要请时日锁定中天新闻气象时间 来掌握最新的天气资讯